這一組手製 復古的遊戲畫風 這些遊戲音樂 或者是混雜在回憶和空氣當中的微薄煙味 有沒有令你想起80、90年代 下機舖打遊戲的快樂時光 厲害 在這個位置實際上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 是我的生活瀑瀑跳的初戀的感覺 很高興 很高興 它始終會有很多老化 有個時限在這裡 所以我當時經常說有個浪漫 就是玩得到就玩 為了留住這份有時限的快樂 你願意付出多少 又願意為它承受多少呢 700萬種生活 我的生活是建立起自己的遊戲機中心 是阿華 是阿華一個40歲的中年男人 一個喜好不同的舊物和玩具的大小孩 一個很喜歡打機的機迷 喜歡在他大概600呎的工作室 用了一半以上的地方 組織了一個類似遊戲機中心的小天地 嘩 厲害 嘩 全埋 我覺得也瘋狂 首先就是你這麼小的地方 然後又放這麼多東西 就已經不明白 所以我的瘋狂是在於這些位置 在這個這麼小的空間 失換了它用不同方法 搜羅回來的13部日本街機 有朋友轉贈 又是倒閉的機店收回來 還有一些是在日本的拍賣網BIT回來 除了機店最常見的一體式機 賽車機 並實會見到的懷舊台機之外 它亦都有香港少有的 日本細身街機款式 還有大量機版和機店有關的收藏品 ственный tall物 altar 便宜就是 går盤 kä��銄師可以說 貴就不要說 уже便宜ısıān 你現在隔壹一部都只需 2,500state 你有透露過幾個碼台機的機款嗎 有嘗試透露過那些假的數字 沒有嘗試透露過那些假的數字 沒有了 因為真的會被雷均 Although 打算全都不便宜 因為就算便宜 它只要大塊 運費就很貴 如果小的東西通常有貴 起碼都兩百萬 我想起碼 當然知道了 我有去電郵帳戶的 你有一段時間都挺開心的 又是去自己的男人回憶 聽過一句話叫做人無癖不可預交 但你個人有一樣東西喜歡 而你投入其實是代表那個人 有自己生活的重心 但又有他工作的地方 又有他所有喜歡的東西放在這裡 變成一個自己很喜歡世界 沒所謂的 兩百萬 阿波島就行了 這是我們的幸福 這個令人入迷的世界是怎樣發展出來的呢 那就要由七十年代美國第一部街機講起 當時街機的遊戲畫面 和音效帶來的貫能刺激 船隻為它掀起熱潮 不同廠牌推出的多款經典遊戲 就好像Space Invaders Pakman 鐵板鎮 Mappy Moonwalker 還有拳王街霸等等 只是用了短短十年 就將街機的熱潮推到頂峰 這股熱潮在八零年代來到香港 亦都俘虜了一眾的機迷 全盛時期香港就有超過八百多間機舖 落機舖打機成為了幾代人的重要回憶 你懂得這個按鈕嗎 還有跳 跳的第二顆按鈕 因為這個是出超必 就是這麼簡單的 其實玩一會兒 你會想到你老公的落機在哪裡 它會這樣搓的 就是它… 這樣搓的東西好像很厲害 我覺得是享受的 小朋友小時候在玩假的收錢機 就是這樣搓的 所以其實我不是很清楚去樂趣在哪裡 應該是五、六年前 然後去了一個抽葉院的一個 專門買中古遊戲的地方 去三樓那裡 整層都是玩街機的 當時我記得玩了一台台機 就是世家的 之後我就覺得 很想自己有一台街機 之後就開始了這個 不歸之路 其實我是會… 即是那種遇到的時候 是會… 我心會一直一直一直跳 那種初戀的感覺 即是我也覺得很離譜 即是譬如 我那時候去中野去日本 一下去很興奮 有小跳步 即是想立刻衝去 即是玩這些東西的時候 是會興奮的 除了畫面上的精美 還有那種刺激感 不斷地轉圈招式 去贏了 贏了對方 可能拿到那種優越感 要站起來 小心點 狂屈 都是一大群人 可能放一元在跟機 大一大群人 可能圍著一部機 很簡單 小哥那種開心 就是這樣拿回來的 街機的魅力究竟有多大 大家看看我們兩位攝影師 這個鏡頭不辛苦 OK 不錯 我覺得我讀Rundown 讀得不好 我忘了要讀這些時間給你們 當然啦 連機都免得拿 完美融入環境當中 就知道這份童年回憶 有多令人回味 啊 還有這幾位 他們是和阿華一齊 都很喜歡玩街機的朋友仔 整班朋友定時定後會約 上來聚會 馬上睡 打下機 重溫短暫的快樂 哇 很厲害 沒有特地讓一下 已經輸了 又一年了 這裡的食物 第一次上來的時候 看到這麼多部機器 第一次感覺到我呢 我覺得很不錯 很厲害 這裡像大機 像機舖多點 這個就是機舖 不要以為華哥才這麼瘋狂 他家裡也有四部街機 還要是朋友一起幫忙 抬足七層堂樓才能入到屋 住堂七樓 那些朋友還要幫他 我沒有找口才 幫他在這裡 你想想這麼大部機 幫他托上去 從地上一直托到上去堂六樓 剛剛那個重要的樓梯 不是屬於闊的 是慢慢在轉彎的位置 實在是很浪漫的事 以前那次下班 就是去機舖打機 我做事很辛苦 所以那個實在是一個緩衝區 日子好過一點 那些時間可以拉長一點 就算你不打一走 聽一聽聲音也好 再回家 他好像會比較聰明 沒那麼偶鬥 他會是 他會猜到出 哎呀 VLOG不開了 剛才那個VLOG的白鵬 大家可能真的會一起 可能跟你朋友看著面 可能之後打完機 再一起吃東西去玩 可能只是一個契機 可能有些友誼 就是當中發生的 令他入坑的不僅是遊戲的刺激感 還有街機遊戲的獨特美學 這些就是 尾板的框體上面的一些招牌 這些原裝的一些Menu 還有這些是放在那些機體上 你看到有些年代久遠的那些 已經發黃了 是呀 已經發黃了 他會逐一個介紹給你聽 就是啊 他這個 向前按個拳掣 這樣就可以 會有 用揮了那個拳杖來攻擊 這樣 這些東西都是 他特意畫出來給你的 我覺得這些是 很值得留念的東西 他的收藏多到這裡 根本擺不完 還有些分散在其他貨倉 這個倉裡面 還有一部街機 還有大量以前貼在機店裡的 遊戲宣傳海報 但你看到其實都不完美的 有很多這些 皺紋 這些 可能之前是貼在機店裡 那些人拿出來賣 這樣 可能是他的畫風 甚至乎是 那個年代的一些 像是Key Art 做的一些Typography 的字 是怎樣排 你可能有一段時間 你去看這些畫 你會覺得很out 然後你再過多一段時間 大家可能會 會 猜到那個畫風 又會覺得很美 我覺得這些都是值得看的地方 但多數二手街機收回來的時候 零件已經很殘舊 每一刻都在倒數 如果機身老化 壞了又找不到替代零件 那就代表那部街機已經正式死亡 因為這些CRT電視 有個時限 可能幾多小時 然後就不可以再工作下去了 朋友口都經常說 唉 真是很麻煩 機板 來不來自己 很頂的 有時候你可能買回來 沒有的 然後就玩不到 其實不是很淡然 不過 接受 要在香港潮濕的天氣之下 盡力延長每部街機的時限 每塊機板和每部機的內部零件 都要很小心地打理 這些就是那些遊戲機的機板 每一塊就代表一個遊戲 你這個鐵櫃裡面 全部都放機板嗎 大部分都是機板 每一隻遊戲都會給一個 可能是防潮的包 然後再加一些抽濕的東西 還有我平時都會 久不久走的時候 都會開抽濕機 盡量令它保持到 例如師傅見的 起碼都一個星期兩三次 煮幾個小時 時間才是最嚴重的一刻 這些可能是機板上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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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有些部分 還有薄的線 這些都是朋友告訴我 這些就是最簡單的 可能是換這些按鈕 簡單的他都還會換 再難一點的 例如螢幕壞了 內管斷了 樓油等等就要找師傅了 因為是一個會做這種東西的師傅 其實是很難的 幫我做那個師傅 年紀都很長 都80多歲 每個月 我想都慢 對 很慢 慢中還是慢 不要這麼深入 我怕我過不了 你這樣下去 你過不了什麼 過不了 過不了那個良心 我覺得 不要了 算了 總之都是 總之都不是一個很便宜的玩意 因為其實是 都有內疚的 因為其實都令到自己的負擔大很多 怎麼說 總之都是阻住阻定 一句都說完 就是 不是一些很實用的東西 我也是要交租 這樣去 他日可能生意不好 那你怎麼辦呢 我又不會放棄它 我現在還可以 可能我遲些身體不好 或者是我的收入沒有那麼多 那我怎樣去對住這些東西 就算你即使在香港租過倉 你都要有很多個倉 你才可以放那麼多布 所以這些其實是很矛盾的地方 但是你是很愛這件事 你又很清晰知道 你其實是一個負擔 但是你又想繼續下去 又辛苦又痛苦 一定是有愛才會這樣 隨著寧寧年代家庭遊戲機 愈出愈厲害 皆既沒落 連帶機譜也都相繼倒閉 現在機譜只是得到不夠200間 中學的時候 追女生是要帶來這裡 懂名將是什麼 明將不知道還有沒有在 沒有 有 還在 機譜以死明將不死 我記得是有機譜的 但是現在變成了這些 我記得 先看一下 還是在那邊呢 看看 我對那種Rachel味 都正 你看 大陸的 那些 還有沒有聯絡了 的遊戲 沒有 這些好像都沒有 Mario Kart 還可以玩一下 這是什麼 這些是大陸的翻版機 但是全部 你記得是用一些 LCD螢幕 哦 但是還可以玩一下 也算是這樣的 這些其實我真的沒見過 這些 好像日本機 這個真的比較少 這個還是一些 比較舊小小的遊戲機 你看到的螢幕 還是CRT螢幕 就是我們那個年代玩的東西 還有 還是日本機 但是它是被人安排在角落頭 大家看到嗎 好慘 真的 被遺棄 好傷心 再見 下次可能都未必在 說真的 再風光再厲害的人 與馬都會有退下來的一天 正職做平面設計 和美術指導的阿華 在40歲的中年大關 也都擔心過 他是不是和街機一樣 正在被時代淘汰 是自然的 我真的自然覺得自己是 隨著年齡的增長 可能你對那些新的東西 可能會有點抗拒 我覺得這些東西 就是一些 徵兆來的 我覺得是 有沒有試過工作上 有一些類似 一些年輕的新浪子 其實一定有的 而且別人是做得很好 我也會留意一下其他 可能是MV也好 廣告也好 看到的東西是真的很漂亮的 因為之前就算有疫情的時候 你也可以找到食 而且不是很好 但起碼一定不會是 雖然一兩單 甚至少 甚至少 但有些人 好像保持著 還有公開 所以會想 會不會只是我 會這樣 也可能會令我想起 我自己檢討一下自己的東西 是否真的已經不行了 或是已經過了氣 或是嘔中 首先是接受 不是很容易 絕對 但我會覺得 合理 新老病死 是一個流程 一定會發生 他們未必是一些很MASK的東西 有人仍然會喜歡玩 或者欣賞這個價值 可能某程度上 跟我的情況很相似 因為不可能完全取代以前的東西 如果按照相機來說 它的掃描線 就是這些CRT電視 這些東西是值得保留的 這些東西是值得保留的 stranger frames 可能有一季 會說回一些懷舊的東西 可能會說回一些街機的 美國街機的東西 所以未至於是一定要完全淘汰 如果真的 你要找回自己的定位 其實可以共存的 新舊都可以有的 你再選擇會不會開始做這件事 都會 我覺得 都會 都會 因為你真的喜歡這件事 我只看見它開著著 自己一個 自屬於自己的小小的遊戲機中心 我已經很開心 對吧 好 好